大家好 我是福瑤 歡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謎 說起賣田圈 大概很多朋友都不陌生 從最早的一個賣田圈出現以來 怪圈的數量就變得越來越多 設計也越來越複雜 儘管大家對這事兒爭論不一 但是其中的複雜結構 神秘的圖案 高輻射能量 以及賣田圈裡的鼓勵的變化等許許多多的神奇之處 特別是形成之神速 確實是讓抱持懷疑論的朋友們難以自圓其說 直到今天 賣田圈依然是一個讓神秘現象研究者們 被感興趣的話題 賣田圈其實就是一些地區的賣田或農田中 突然出現了一些形狀各異的 立體的或平面的圖形 維基百科介紹說 人類關於賣田圈最古老的記載 是出現在英國東部赫特福郡1678年 8月22日的一份木板板畫小刺子刊物裡 名為《魔鬼的收割者》 這幅圖像描繪了一個詭異的生物 在賣田裡創造了一個環狀物 那個時候人們把這個怪圈叫做仙女圈 以此來比喻它出現的時候飄忽不定 據說走近的時候還能聽到滋滋的電流聲 當時人們傳說誰走進這裡恐怕是會遇到地精或者是精靈的 隨著時間的流逝 賣田怪圈的數量越來越多 而設計也變得更複雜了 除此之外 它們依然是突然的出現 突然的消失 有的時候 怪圈還會帶有對稱的圖形 而最近二三十年來 出現的賣田圈看得出來 它們的製作更精細了 甚至還包括一些被解讀出來的外星信息 宗教經典 圖案複雜 對稱美麗 以至於引起了電視和媒體的高度關注 研究人員首先注意到 形成賣田圈的農作物是彎倒下來的 而不是折斷或者是壓碎了 它是一種平滑的螺旋狀分布 然後指向中心 一般來說 這些植物的精是完好無損的 沒有斷開 也沒有壓壞 而且它們會比圖案外面的植物更有活力 另外 這麼複雜的結構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秘密地完成 而且還必須得黑燈瞎火地摸黑操作 讓人覺得更奇怪的是 麥田怪圈裡邊具有不可思議的高輻射能量 這個用科學很難解釋 除此之外 怪圈當中的一些種子 似乎還獲得了某一些高超能力 因為有些種子的發芽速度 是正常種子的五倍之快 而且結出的骨粒也有著不能解釋的變化 而其中就有水晶狀的骨粒 而怪圈周圍的其他農作物 似乎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大家發現 周圍的農作物 被從怪圈輻射出來的能量 給大面積的殺菌了 當然了 人們也給出了一些解釋 有的人說這是地磁學的自然現象 或者是天氣的原因等等 不過這也只能解釋某些圈的形狀 而對於那些奇妙的多邊形 從四方形到更複雜的二十面體 或者是多面體 以及鼓勵的神奇改變 這就解釋不了了 近年來 麥田圈的出現十分繁雜 全世界每年大約要出現 200多個天然麥田圈 而圖案也是各有不同 美國 澳大利亞 歐洲 南美洲 亞洲等地都有 而絕大部分是在英國 下面我們就挑幾個比較特別的麥田圈 來和大家說一說 2009年6月底 牛奶山上出現了一個神秘的麥田圈 從6月21號到30號分三次完成 每次都是神不知鬼不覺 這個麥田圈有1000英尺 差不多是300米長 第一次呢 這裡先是出了一個類似 六分移的圖形和一些圓圈 六分移通常是測來 遠方兩個目標之間的夾角的一種光學儀器 一般是測量某一個時刻 太陽或者是其他天體與海平面 或者是地平線之間的夾角用的 而這是第一次出現 然後 過了一陣 人們突然發現 哎 這裡好像新加了一些圖案 變成了類似太陽系行星的圖形 又過了一次 到了第三次 這裡突然出現了浩浩蕩蕩的 各種人類未知的符號 這樣所有人都驚呆了 這上百個獨立符號 十分完美地分佈在了長達數百米的麥田裡 可是呢 人們卻讀不懂 而兩年之後 2011年5月11日開始 在美國等地區可以觀察到行星連珠 也就是說 行星差不多是在一條直線上的一個天文現象 並且持續了幾週的時間 而在5月30日這一天 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天王星 在地球天空中排列的是最接近一條直線 神奇的是 行星的排列和英國那次麥田圈中部的形狀相互對應 連大小都是對應的 這一天 月亮也差不多和其他的行星在同一條直線上 而回想我們剛剛的第一部分的麥田圈 圖案中所展示的六分儀 就可以嘗試給出一些解讀了 那應該就是說 這一天啊 從地球的天空中去看 行星們看起來的高度是可以用六分儀來測量的 而圖案下面 人類從未見過的符號 大概就是對天象的說明了 或者說是一種預測吧 不過人們至今還沒能解答出來呢 另外呢 還有很多的麥田圈的形狀非常繁雜 比如說 2011年6月21號 維斯特伍德附近靠近山頂的一個麥田圈 就呈現出精緻的聖殿十字架的圖案 這個麥田圈的圖像呢 包含36個中等尺寸的圓圈和104個小尺寸的圓圈 這個尺寸即便是在地上鋪上這麼大的紙 去上面畫圖的話 也要幾個小時的時間才能完成呢 更何況要放倒相應的農作物呢 這個難度就不是一般的大了對吧 另外呢 這個麥田圈圖案啊 周圍的這些裝甲都是完好無損的 沒有被破壞 甚至連一塊小麥桿都沒有被壓壞 而說到這個麥桿被壓倒的情況啊 有研究人員就仔細比對了 人工合成的麥田圈和超自然形成的麥田圈 其中還真的是有不少區別呢 首先 人工形成的麥田圈 多半是用繩索或者是板子壓制出來的 很多被放倒的農作物的金桿都折斷了 很難以恢復正常生長 而且周圍的農作物也會跟著受傷受損 而超自然形成的這個麥田圈中的農作物就不一樣了 它們似乎被一種微妙的能量溫和地處理著 這個圖案可能第一天會被看到 然而三五天之後就突然消失了 因為彎曲的作物會緩慢地自行伸直 這感覺呢 就像是形狀記憶合金有沒有 甚至這些農作物長得還更快了 而人工操作就會對作物產生巨大的壓力 農作物很難在短期內復原 再有一些人工做的麥田圈呢 如果是劃在一個泥泞的田地裡 許多被壓倒的作物上 按理來說就會被覆蓋上許多泥巴 再說了 英格蘭南部更是一個多餘的地方 你很難保證田地的不泥泞 是不是 但是呢 大家看到 真正的麥田圈並沒有沾上一點泥巴 另外 在這些超自然方式形成的麥田圈的莊架上 大家還注意到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呢 在農作物上有大量的昆蟲干屍粘在作物上了 看起來 就像是蒼蠅啊 蜜蜂啊等這些小昆蟲 是因為來不及飛走 瞬間被固化在作物上了 它們好像是瞬間被強大的能量給定住了 然後呢 昆蟲就死在那了 有的昆蟲身體呢 甚至還發生了爆炸 一些身體和翅膀散落在地面上和麥子的縫隙當中 而有的蒼蠅 它的嘴還在吸引著麥桿呢 這些都是麥田圈領域著名的研究學者珍妮特·奧塞巴德 在麥田中收集拍攝的圖片 蒼蠅和蜜蜂還保持著原有的姿勢在麥子上 還有這一張 被瞬間乾燥的瓢蟲 此外呢 研究人員還在超自然形成的麥田圈當中 發現了一種不同尋常的能量 經過檢測發現 麥田圈裡邊像是被烘乾的泥土裡邊 含有非天然放射性同位數的微量輻射 土壤裡有許多雌性的小顆粒 小到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 而且 圖形內外的紅外線也增強了 1996年7月下午6點15分 有一位飛行員帶著乘客 從英國的威爾特郡麥田上空飛過去 他們隨意的低頭看了看 嗯 當時正是旅遊旺季 下面的麥田真是打理的整結 而又完整 15分鐘之後 他們又往回飛 這個時候 他們突然發現 剛剛一片平整的麥田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螺旋圖案 而旁邊則是大名鼎鼎的巨石鎮 這個由149個圓組成的龐然大物 是當時人類看到的最複雜的麥田圈 麥田圈密碼藝書的作者弗雷迪·席爾瓦和他的11人團隊 光是檢查這個麥田圈就用了5個小時 這個圖案還有一個奇特之處 就是它代表的數學規律叫做朱利亞集合 一個三重朱利亞集合的新麥田圈出現了 這次它有196個圓 希爾瓦和他的團隊再次出動 研究了這個新麥田圈 他說 我們真不曉得要怎麼在這個麥田圈裡走路 因為漩渦非常緊密 圖案完美無缺 每一個圓圈的底面圖樣更是彼此不同 把腳踏在這麼一件藝術品上簡直是褻瀆啊 希爾瓦繼續說 作物沒有受損的跡象 彎折部位都是在底端 但都是青觸地面 上面沒有泥巴也沒有腳印 麥田圈裡的土壤摸起來比外邊要乾 我的指南針的指針像醉漢一樣左右搖晃 顯然它是受到了磁場干擾 這已經很神奇了是不是 不過這還沒完 時隔五年 在2001年8月14號 一個六重茱莉亞集合又憑空出現了 這一次 麥田圈更是由409個圓形組成 直径超過300米 佔地面積大約是6萬平方米 也被稱為麥田圈之母 就是這個圖形 2012年 麥田圈組織曾經懸賞10萬英鎊 看誰能够複製出來 可有趣的是 至今無人應戰 隨著對麥田圈越來越多的研究 有不少的研究學者傾向認為 這是外星生命帶給地球人的一些訊息 因為排除那些人工偽造的單純圖案 很多的麥田圈都是具有深刻含義的 一如我們上面看到的那個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個 被稱作迄今為止 本世紀最重要的麥田圈圈 外星文明給人類的回信 2001年8月14日 一張用點陣方法塑造的人的臉孔圖案 出現在英國漢普圈的 齊爾波頓射電望遠鏡麥田裡 這看上去很像是拍攝於火星的人臉山丘 幾天之後 第二個圖案接踵而至 這個圖案的出現可驚呆了科學家 因為它竟然與阿雷西伯信息相對應 什麼是阿雷西伯信息呢 話說1974年11月6日的時候 美國的太空總署從阿雷西伯基地 對外太空發出了一條信息 阿雷西伯位於波多黎各北部的海岸 擁有一個地球上最大的望遠鏡 直徑是1000英尺 大約是304米 為了慶賀這個望遠鏡的成功建造 並驗證它的功能 基地就突發奇想的 向距離地球25000光年的 M13球狀星團發射了一串訊息 尋找外星人 這則訊息是以高達20兆瓦廣播訊號功率 並且是由1679個1010的二進位置數字 所構成的代碼 傳遞了人類的特質以及地球的重要訊息 當時科學家們認為至少要5萬年以後 人們才可能收到來自智慧生命的反饋 可是沒想到 只用了短短27年的時間 也就是2001年 人類就收到了外星人給出的回覆 回覆就是齊爾波頓麥田圈 人們也把這個回覆稱為阿雷西伯的回信 我們來看一下兩者的對比 人類發射的阿雷西伯訊息從上到下 依序是描述了地球人計算系統 創造地球生命的主要化學元素 DNA代碼 人體的身高和人類數量 所在的星球是在太陽系第三行星 最後是發射此信息的電波望遠鏡的素描 好 我們再來看看齊爾波頓麥田圈 如果將齊爾波頓麥田圈轉換成阿雷西伯的訊息 就是這樣的 把這兩者放在一起 對比一下看看 有人將阿雷西伯的回信中的內容解讀了一下 說 信息告訴我們 外星人的DNA 除了含有地球人DNA中的五種化學元素 氢碳氾氧磷以外 還有硅元素 還有 外星人的DNA結構是三螺旋結構 與地球人類DNA的雙螺旋結構是明顯不同的 外星人DNA核甘酸的數量 用32位二進制顯示是這個 10進位則是42億9283萬5309個 比人類的42億9444萬1823略少了一些 外星人的外形與地球人也有明顯不同 他們是有較大的頭部 高度大約是有4英尺 頭比身體還大 外星人身高比較低 為本條信息波長的8倍之多 信息波長為126毫米 所以外星人的身高計算出來 應該是1.008米 看圖片裡 外星人的外貌 和美國1947年羅斯威爾事件中的小灰人 長得很像 外星人所在的星球的人口數量 用32位二進制描述起來是這麼多 轉換成10進位則是85億2216萬9277人 比地球的大約70億人口還要多 外星人所處恒星系的恒星大小 小於人類太陽系的太陽 他們居住在恒星系統的第三、四、五顆星星上 但是這第五顆星球最為特別 最底下外星人太空望遠鏡裝置 看上去遠比地球上的複雜的多 他們的裝置口徑為這條信息波長的6748倍 計算出來也就是大約850米 記得我們剛才介紹了 當時阿雷西伯的最大望遠鏡的直徑是304米 而且外星人的太空望遠鏡裝置裡的結構 是人類科學家們目前還無法達到的 還有更奇異的是 其實早在這個麥田圈出現之前 也就是2000年 這個地方就出現過一個奇怪的麥田圈 而這個圖案如果製作成點陣圖 看起來和切爾波頓麥田圈上 所顯示的複雜望遠鏡的形狀就很相似了 第二年在很接近 漢普頓曼徹斯特的克瑞伯伍德小鎮 近乎是前一年的同一天 小鎮又出現了麥田圈的外星人臉譜圖案 這個圖案是新的設計 包含了一個地球人所認識的類似於外星人的臉譜 和一個類似CD光碟的圓印 好像是編了密碼的訊息 IT數位專家保羅為蓋破解了這條簡訊 解讀了一番 大致的意思是說 小心虛假的帶信人的禮物 他們破壞誠信 太多的痛苦 但還有時間 相信世間仍有好人好事 我們反對欺騙 溝通管道正在關閉 這可有趣了 連外星人都忠告我們人類要小心欺騙 其實關於麥田圈的背後呢 還有很多更驚人的信息呢 如果大家要是感興趣的話 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聊一聊 咱們今天就說到這兒 未解之謎 我是福瑤 我們下次見 Hello大家好我是福瑤 歡迎來到未解之謎頻道 我們會在這個頻道裡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謎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歡迎點贊訂閱和傳播 還有點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